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就等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芒果TV的 我们这个云直播的直播间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8090的主创 我们的白建廷和吴倩 来到我们的今天的芒果TV的云混沌的直播间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哪个机位 中间那个机位 大家好 我是吴倩 在8090中饰演的是叶小梦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建廷 在8090中饰演的是郭森爽 欢迎我们两位主创 大家其实对这部剧其实期待已久了 简单给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芒果TV平台中心的主编于乐 今天很开心 这是我的办公室 今天在我们的办公室 一起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部剧 因为其实大家在网络上 以及前期都非常期待这部剧 那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 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办公的区域 所以更加贴近我们这个内容的生产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也告诉大家 我们这部剧将在我们的4月21号 在湖南卫视的精英独播剧场首播 同时也会在4月21号的每天晚上的10点钟 在芒果TV进行全网独播 并且现在我们这个芒果TV的会员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现实的促销活动 就是我们半年会员可以六折 六折就可以买到我们半年会员 可以来欣赏我们这部8090的剧 好那刚才我想问一下两位 来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门口有这个横幅 横幅就欢迎横幅 所以你没有看 有没有注意到 进来了比较仓促 比较仓促是吧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们横幅其实挂了一个标语 因为也是跟我们这个剧相关的 我们在上面写的是 欢迎小货小妹来芒果TV拓展业务 拓展业务 有一句欢迎的这个标语在我们的门口 那今天我们两位 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是在拓展业务的 我们有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传单 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传单上面的 上面写的是这个8090要来咯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 来我们那个签签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我们8090要来咯 然后什么 我们上面写的是什么 不吃饭不睡觉 我们也要抄票 这句话好像是小白在那个剧里面的那句词 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这个话筒 这个扩音器 大家是有一个 因为我们前面粉丝有最期待的就是 想现场听我们的小白给大家演一下这句口号 我们试一下 录音 喂 可以喊 我来试一下 喂 喂 哈喽 哈喽 好 OK 准备好了吗 好 有没有回答 这个可以回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咱们只管拍 来大家一起 好 不吃饭不睡觉 我们也要赚钞票 正钞票 正钞票 词里没事赚 真的 词是转 我数321 跟着我的节奏 跟着我的flow 来 321 不吃饭 不睡觉 我们也要赚钞票 感觉这个气势喊出来了以后 感觉大家都要赚钱了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办公区 其实今天我来 我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 今天我以为我来错地方了 不吃饭不睡觉 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运营的同事来说 其实是还蛮贴切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叫不化妆不洗头 今天我们好多同事说 因为小白要来 倩倩要来 所以他们精心打扮了一番 洗了头化了妆 坐在了自己的办公位上面 老老实实的看直播 所以我当时感觉 我是来错办公室了吗 怎么办公室突然多了这么多美女 这么多帅哥 他们都是为了我们今天的主创 来精心的准备的 所以也是为了洗头 代表着对好朋友的一个欢迎 我们刚才其实听了我们小白喊的这句口号 其实我们在这个剧里面 好像已经有人在往这个角色贴标签了 就说是这个什么金剧的制造机 就是经常会在剧里面会有 金剧 金剧 对金色的金 剧子的剧 金剧的 金剧 好不好意思 我是个主编 不是主播 可能这个不是太标准了 对金剧了 所以就说我们想大家 因为这部剧还没有播 还没有播 其实大家还蛮期待的 这个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形式 所以刚才我们以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形式来介绍自己 现在我们能不能够就是用我们剧里面的这个角色 就是小妹和小孤儿的角色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刚打招呼就已经打了半个小时了 那就是 没人能深入的聊一聊正规的戏 都是粉丝体的要求 都是粉丝体的要求 那 大家好 我是叶小妹 没有了吗 那还要介绍什么 叶小妹 我要现在说完了 大家明天还看吗 在剧里面也是这样的吗 就是 性格也是这么直爽 也是这么直爽 其实还比较典型的90后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 简单直接 简单直接 小班 到你了 那我猜戏里面是演的是一个特别沉 能说呀你要多说点 对 特别沉稳 然后我们非常深沉 走忧郁路线的那一个 小孤儿 这剧里面是这样的吗 小孤儿 差不多类似于霸总这样的一个角色 霸总吗 我们流露出来的片花好像没有看出 流露出来的片花好像没有看出霸总的这个格式 在里面 在里面后面是有霸主 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霸总 反正就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 然后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小伙 积极向上的小伙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代表着打工人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很流行这个打工人 这个口吻 或者打工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小白 倩倩待会也会给我们的打工人们 我们现场的所有打工人们送上一份礼物 其实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 就是你们待会要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待会公司员会发给大家 你们猜是什么 你们公司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礼物是什么 就特别适合我们打工人 特别是我们每天坐在电脑面前 兴兴业业的打工人 对我们这个是一个头部按摩的 这么一个 算了发型就 怕太乱了 然后我们就这个礼物 待会我们会送给大家 代表着你们给大家的一份心意了 打工人不容易 90后的打工人 好 那我们在那个剧里面 好像是小白是一个 有金牌的这个销售的这么一个人设 应该是有金牌销售的一个人设 所以呢 我们倩倩好像有一个这个 给小白送礼物的一个环节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有个送礼的环节是不是 我们的礼物呢 问题是他们还没给我 是吗 礼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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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那个金牌呢 哦 伴手礼我们已经送过了 好 先cue一下是吧 好 其实我们准备了 哇 我们准备了直播啊 我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小礼物 对 直播就是什么都播 对吧 直播的魅力就在于 什么都有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面对着大家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还好都是我们的 芒果TV的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以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因为小白其实在芒果TV 粉丝攒的蛮多的 其实来芒果TV 有没有回家的感觉 有 有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成粉环节 好不好 我们那个 来推进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流程 那其实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这个 准备期啊 我们有很多粉丝 在我们这个芒果TV的饭团上面 就是每个艺人会有一个饭团 在饭团上面 对于我们的主创 其实在巨龙的角色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需要我们二位来回答一下 好不好 我们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来回答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小白 就是你希望这个剧播出以后 大家用什么称呼来称呼你 帅哥 帅哥吗 对 你没有演这个剧 大家应该也会叫你帅哥吧 大帅哥 没有 我说没有人跟我说帅哥 没有吗 没有 好我们弹幕可以刷起来了 弹幕帅哥两个字 弹幕帅哥两字 有弹幕 我们在手机上面有直播的 我们看到这个是监控 所以弹幕现在是可以打开 我们看一下 他现在特别希望你们把弹幕打开 让他看见满城的帅哥 我给你们看好不好 我给你们看 来帅哥打起来好不好 帅哥打起来 帅哥打起来 他打起来 两个字 两个字刷起来 好 还有其他称呼吗 就是演的这部剧后 其实我们觉得演员 其实演完剧了以后 他如果真的在这个角色里面融入很深的话 演完以后会有很多人看到你 会直接叫你剧中人物的角色 我就比较担心 怕这部戏播完之后大家要管我叫孙子 因为在里面就不管是演孙子也好 还是装孙子也好 这个桥段都还挺多的 其实在养老院那个环境里面 我是所有老人的 像亲孙子一样去照顾他 其实在这部剧里面能够跟 包括我们的大红 大红这个前辈 然后有这样的这种孙辈的这种合作 其实我相信应该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体验 也是很奇妙的 对 因为我最早关注这部剧 其实就是你们 你们野孙俩的那个定装的那个照片 那个潮的那个照片出来以后 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用户 我刷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好有趣 所以当时后来后来我才慢慢的去了解到 原来是这部8090的剧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 哇这个其实在剧里面已经非常的期待 就是野孙俩的之间的这种合作了 因为其实光看照片 就能够看出你们俩的这种互动 其实是有很多的趣味和乐趣所在的 好吧 那我们再问一下 就是演完三爽这个角色 觉得过瘾吗 就是这部剧演完也觉得过瘾吗 我个人的感受觉得非常的过瘾 因为可以跟很多前辈们一起去交流 然后直接面对面的演对手 也这样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机会 能够平凡的跟这么多的前辈演员去交流学习 这个是非常过瘾的 因为他们每个人到剧组都有自己的一手绝活 然后我们是单元性者 所以会有分时间段的去面临不同的老师 脑子就要转得非常的快 因为各位老师们都经常会在现场 可能根据场景啊道具去献挂 你必须要接得住 要不然就会很调这个节奏 我们看了一下演员阵容 其实除了二位就是90后的青年演员以外 其实好多老戏骨在里面 是不是 很多老戏骨在里面 我相信最后演员了 没有什么年轻演员了 这部戏很少 但是感觉很多那种演技派的这种实力 老戏骨在里面 应该是会在这部剧里面 给你们产生很强烈的这种化学反应 其实就是标戏嘛 像说戏就标起来了以后 那个感觉其实应该是很顺畅的 是吧 我个人不太能接受标戏这个词 有些的戏不是标戏嘛 要相互给予 然后沉淀 对 沉入进去 反正就我们大家都很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很真实 我们的整个就是在一个真实的院子里面去拍摄 所以每天到现场就觉得真的到了一个非常那种亲切的养老院的环境里面 因为有很多野野男们其实到了剧组之后到现场就是开始活动身体 就是你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在演戏还是只是真的在里面活动 然后在享受这个环境 明白 那倩倩跟小白大家都会问一个新剧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没有最深刻的一场对手戏 最深刻的一场戏 比如大鱼瓢泊之夜 其实我们这个戏其实还是走清洗路线 其实没有到命惨 虽然他是走着一个比较打工人的比较惨的路线 但其实他的呈现方式也是一个清洗的一个方式去鼓励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跟他其实我们两个你说有多浓厚的一个感情戏其实很少 所以其实我们俩只要拍相对走心眼的情感戏 对我们两个来说就很搞笑 搞笑 就真的有一场我要抱一下他的戏 我都觉得说就那天你知道就那场戏 我在现场就来回来早不明白 就是关于我俩往那一站就特别 就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一个这个相处的模式 就是大家都是以豆瓶或者是清洗的方式在呈现和诠释 所以一到狠走心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就最融在笑场 抱起来了吗 就直接能够把他抱 你能够直接把他抱起来 我抱得起来他在开什么玩笑 不是那种抱 拥抱的吧 对 明白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他要把小白给抱起来的一场 就是他不要看着这么瘦 他是真的很多肉的 他身上很多肌肉 他流露出来的各种照片已经显示出来了 就是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什么穿衣显瘦的 穿衣显瘦 对 他这张脸就很骗人 没有没有 现在就还好 没有之前 没有之前那么露了 没有之前那么装 好 今天应该给他提供一件无秀的这个无秀的T恤的 怎么可能 好开玩笑 就是那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假如小妹和三爪要竞聘这个养老院的院长 分别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个养老院的话 我们要当院长 那你们的觉得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我的优势可能就是能说会到 然后有一绑子力气 然后能够逗老年朋友们开心 对 这也是他也能做到 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关西户 这养老院是我奶奶的 就是继承加印 明白了 好 最大的优势 那其实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其实包括我们生活中 大家有没有这种能够跟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分享跟老年人的相处之道呢 就是你们在拍完戏了以后 就觉得跟老年人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相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了解老人们的想法 然后去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 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想 其实我们在整个前期准备 包括拍摄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就我们对老年人的生活会有一种刻板影响 或者对老人的行为举止都会有一种刻板影响 但其实他们去做了很多事情的这个出发点 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 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然后其实我们想描述的整个养老院的生活 更多的像一个老年人的幼儿园 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照顾我们 我们就应该在他们老的时候 去跟他们交流 要有一定的耐心 就发觉老年人其实越到年龄越大 他其实越像一个小孩子 对 越像一个小孩子以后 他会慢慢的变成依赖身边的人的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那倩倩呢 你觉得呢 其实有一句台词也提到过 就跟老年人的相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个词就是真诚和耐心 真诚和耐心 因为其实基本上到了进养老院的年纪 七八十岁 其实一辈子风风雨雨或者是大起大落 他们都看得太多了 但是他们又变成了一个小孩 他们是一个经历了一辈子的 然后再回过头来又变成了一个小孩 所以其实可能他们就像我来说的 他们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所以你需要真的是很真诚的 以新换新的去跟他们沟通和交流 并且对他们赋予一定的耐心 因为的确可能从某些程度上来讲 他们以社会脱轨也好 以这个时代脱节也好 你们去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有一个责任是去 帮他们重新接回到这个时代的改造上 明白 所以我们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耐心去提办他们 爱心 去帮他们沟通的 去帮他们与这个时代去沟通的 明白 所以他们就说其实人活到老了以后 在养老院里面的每一位老人 其实都是一本非常厚的历史书 他其实他整个的所有的人生 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东西 都融入了在这本书里面 就在养老院的这份工作也好 或者说是在养老院这种环境里面也好 你是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这种人生 和更多的这种人性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二位有没有想象过 我们现在是8090 90年 有没有想象过自己80岁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有没有想象过在里面 就想等我们80岁了以后 我们会怎么样的来过我的这个晚年生活 其实说实话拍这部戏的时候是真的有想象的 嗯 嗯 嗯 我觉得有个方说的很多就是当我这个年级 当我这一代人已经成了80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社会一定跟现在不一样 对 对 所以它很多理念和很多包括它的国家的养老体系更会使用 对 我觉得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嗯 但是期待 嗯 期待 但是我我个人感受特别深啊 因为刚刚当我了解到这部剧它其实不是一部这种偶像剧啊 它其实是一部这种反映社会生存次的现实 这种祖孙之间的感情黄昏恋等等这种社会 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这种热点话题 其实我相信这部剧它其实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 他们其实看这部剧 我相信他们其实都是能够产生很大的一个共鸣的 对 就小白又想过自己80岁了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份儿吗 没想过 没想过 永远年轻 永远帅气 这种希望能够像就我们拍戏过程中相处的老前辈一样 就是他们对生活是极其有激情的 就举个例子来说 我跟杨老师对戏的时候就有一场戏 其实他帮我搭戏也是很远 差不多有10米左右的距离 其实是拍不到他的 但是他会非常有激情 我再给你演票 他自己跑过去然后去特地给我去打一个 其实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态度是非常有激情的 也希望在我可能到他们这个年级的时候也能对自己的工作跟生活有同样的激情 还去努力的去工作 其实也是通过跟他们的群体感受到了这种 其实大家都会对标 就是很喜欢我年纪大了以后我也要过他们这种生活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种演员也好 特别80岁的这种老演员也好 他们其实的状态来说其实是很年轻的 他并没有这种年龄感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心态的一种呈现 所以那你跟那个尼大宏老师合作的时候有没有跟他最深刻的一场戏 或者说是你们这个跟尼老师组建这个家庭的这种特别的感触呢 就你在那个这个剧里面的这个野村俩的这种感情 我觉得每一场戏其实都还挺深刻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剧中野村俩的这个相处方式是我特别向往的 然后也觉得非常可爱然后非常幽默的一种沟通方式 他们感觉是没有代购的 然后彼此是能够交心的那种方式 跟大宏老师生活中就更跳脱一点 因为在剧中我们演的是野村 但是大宏老师在生活中跟我是兄弟相成 心态特定性 对 然后就前两天大宏老师生日 我给大宏老师送祝福的人 感谢敬天兄弟 都是这种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其实在剧里面我们就说了 其实演这部剧 因为这部剧是讲的是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感情 90年代的人跟80岁的老人之间的感情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家人 都有自己的亲情 那其实在于我们在剧中演过以后 那对于自己回到生活当中 自己对于自己的亲情 有没有其他一些升华的一些看法 就是演完这两个角色以后 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因为可能太忙了 平时在生活当中 可能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爷爷奶奶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不会那么长时间的去相见 包括我个人也是一样的 那其实我看到这部剧的话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 就是比如说看了某些剧 更爱自己的家人 看了某些剧 觉得更要抽时间去陪陪他们 那你们有这样的特别的感受吗 嗯 无论 倩倩 赶紧 要来还有自己的观点 对 其实是真的会在拍摄过程中去自我反省 其实我刚才就想真的有一场戏是 就是开片我回家吃饭 然后但是就的确也是刚开机可能也是一直在找状态 但那场戏就也是拍了很多遍 结果后来发现导演说的其实是自己平时回家 比如说去奶奶那吃个饭 最后我发现的是其实是一个很敷衍的状态 就有的时候导演有的时候说不行这个有点一看就不像真的祖孙 然后回家吃饭一定没有这么假热情 其实是真的很敷衍 就你为了抽时间回去 为了回来 其实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完成任务 我周末我回到家了 我抱过道了 我这周来看过您了 完成了一个任务 打卡 但是那个过程中你不会明白 当我演完那场戏 我在明白原来对我们来讲 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敷衍的任务了 就很像上学的时候叫作业 你特别不走心 你这作业打死了我不想完成 但没办法 不交作业会有惩罚 就这种 已经变成了一个这种态度 其实是真的 在拍摄过程中有很多这样的戏 是会让自己去反思的 会反思到自己 会 其实我自己也有志气和气人感受 其实像我自己的爷爷 他就跟我说 你不管你多忙 你不回来看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关系 但是他你能不能定一个提醒 就每周能够给我打一个电话 其实我也不用耽误你太久 你跟我说三分钟我就够了 他就满足了 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在我的那个日程的闹钟里面 设置了一个给爷爷打电话的这么的一个日程 就后来我刚刚是以为 可能是觉得是我这机械的完成任务 但是到了后来以后 你慢慢的投入感情以后 你会发觉 你愿意更愿意去倾听他的想法 就是你即使见不着面 你听听他的声音其实也是好 其实我相信这部剧看完以后 对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感触都很深 其实我也是了解了一下整个的剧的情况 以及片花以及整个的故事架构的背景 他这个戏从筹备已经是好几年的筹备 并且筹备的三年期间 去了十几二十个这个养老院 去深度的挖掘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去深度采访了十几二十位 这个老年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情况 完了以后我们的编剧老师 才做了一个这样的编剧 其实真的是这部剧是有很多的 大家的创作团队的很多心血 真的可以说是一部良心之作 我相信二位演完以后 或者说大家看完这部剧以后 都会深刻的反客到自己的这种人性 这种家庭的这种关系上面 其实我们更多的 但是也要告诉大家 这部戏一定不是一部非常沉重的戏 一定是一部带着这种生活的清喜剧的 它的定位其实是一种反应清喜剧的 大家会看得很开心 但是该感人的时候又会很感人 但是该思考的时候 应该也会去深度的思考 所以我们也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好吧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到了这个时间的后面 后面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大家再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吧 因为马上要开播了 4月21号晚上 在我们的精英 湖南卫视的精英独播剧场 我们这个开始首播 完了以后呢 在我们芒果TV的晚上10点钟 我们也会在芒果TV全网图播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的来期待一下 我们的小白和倩倩 在这个剧里面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现 因为我们相信大家看的一些片花 我看的更多一点 其实也深刻的被二位的演技所打动 所以我们再来 在我们的后面 我们再来给大家安利一下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再来 从小白开始 每个人再来好好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 看 来 那个芊倩呢 是一个小妹 是我们这个养老院的院长的继承人 所以在我们二位在戏当中 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 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产生了一些很多有趣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那作为对我们这个金牌销售的奖励呢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 有我们的院长好不好 我们院长给到我们的金牌小郭儿 金牌销售的荣誉奖 金牌销售就是 因为的确 就是郭儿还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为了满足一下他金牌销售的愿望 生活所迫 生活所迫 你看 掌声鼓励一下 打工人都照着他努力 感觉跟我这双鞋还挺配的 这个配的 我们镜头可以拉低一点 不用 好 那也为了感谢大家 对我们这个8090这部剧的支持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我们的饭团当中 抽取我们的八位的宝宝送上我们小白和倩倩 为你们精心准备的礼物 同时我们在直播间也会抽取一位信友 可以送上我们明星大侦探的梦幻联洞 所以要辛苦小白帮我们签个名 这是另外的价钱 是不是 哇 这是这个 这个没有经过我同意就验了 我们是官方 一份给粉丝的特别的 要不然签封面吧 签封面 签尺了 没关系 签了就好 签了就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那我们到最后呢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二位 我们同时也会为大家送上我们这个明星大侦探的梦幻联洞 我们线下体验店 明星大侦探的线下体验店 我们也正式开源了 芒果TV的 大家可以去线下体验我们明星大侦探的这个同款的这个密室 哦 对有了有了有了 所以 在长沙 然后我们陆陆续续会开在全国 包括广州啊包括成都啊等等地方 都会有这种明星大侦探的线下的体验 北京呢 北京 你有要求我们可以努力 尽快开过去 好的 那再次感谢我们的 白敬婷和吴倩来到我们芒果TV的云互动直播间 来再次感谢二位再次祝福大家 8090在我们4月21号 我们将正式首播 大家敬请关注 感谢 好我们今天直播就到此结束